主席, 司長, 這份相信是你任內最難寫的預算案 我非常理解你的困難 今年香港可以說是外憂、內患, 遠憂、近憂一起來 司長這份預算案, 我有讚賞的地方, 也有覺得遺憾的地方 我首先講講有什麼不足 這次因應八年一遇的世紀大疫症, 經濟又半停頓 社會上不同階層都受到影響 但非常奇怪地, 政府偏偏就是最需要雪中送炭的時候 拿走好景時的紓困措施 理念上會不會很矛盾呢? 首先講中產, 我們實證員卓建議退稅100%上限20萬元 其實只不過是維持早一年疫情未爆的水平 結果減到一萬 其實以香港的情況來說, 香港的中產過了一點都不輕鬆 因為房屋開支佔總生活的開支比例不正常地高 相信我都不需要多講公樓和租樓的壓力有多大 而這些是收不到政府任何福利, 加上疫情 政府是不是可以在稅務上幫一點呢? 我相信司長你一定知道, 中產是社會上最忠堅的力量 等疫情過後, 你都需要靠他們去大氣經濟 所以我是不賺成減少對他們的幫助 講完中產, 我就講講基層 基層的情況比中產更顯而易見 社會上有什麼風浪一定會掩蓋他們 所以我就建議代繳公屋租金三個月, 社會保障就出商量 因為上一年疫情未爆的時候, 社會保障都有出商量 其實這些完全都不是新事 以前全部有做, 偏偏就今年拿走或者減甜 起碼觀感上就有點不近人情 再講講清貧學生 在新學習的模式下, 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更加大 上網要錢, 硬件要錢 如果回到學, 口罩, 洗手液, 全部都是講錢 很多我們以為不為意的開支 其實對清貧學生來說是很大的難題 所以我建議之前做過的清貧學生提供 兩千元張貼, 兩千元而已 又是沒有了 這裡請師長和教育局長特別留意 這兩年的學習環境, 對吸收知識 如果你說沒有影響, 是騙人 你自己想想 請你多多小心, 長語來說 這個數碼紅溝, 引致的誇代貧窮 同樣的意見呢 我在人大政協兩會都有表達 內部部門是很關注這個問題的 在我們的祖國 關於失業人士方面 很多其他議員在這個問題上 都炮軍過你們了, 那我就不需要加百口了 但我個人反而很支持這個特別愛增值計劃 因為它的自食其力和增值升級 都是很好的概念 我建議名額就加到五萬 這個是不需要和財政年度掛勾 我建議政府隨時檢視失業的情況 希望你可以盡快加一些名額 講完今年的短期措施 我想講一個長遠問題, 師長 我想你也猜到了 就是我年年都講的稅制改革 幾年前, 庫房年年水浸 每年就是要想怎樣派堂 派到大家開心 評論稱為幸福的煩惱 但天有不測之風雲, 兩個大浪蓋過來 我就看到我們的系統是多麼脆弱 其實當時很多人罵政府是守財路 我是不同意的 我是很贊成, 積穀防機 但遺憾的就是師長沒有從結構上去解決問題 其實香港公共財政遇到的挑戰 完全不是新事物 2017年財政預算我就這麼說 在1998至2004年間 本港經歷了亞洲金融風暴和科網股的泡沫爆破 經濟陷入困境 政府收入銳減 其跌幅軟教本地生產總值的跌幅大 出現五年的財政赤字 面對嚴重的經濟困境 當時政府財政儲備 在幾年之間就消耗了四成 超過1800億 相當於28個月的財政開支 引述完畢 很不幸今天歷史重演 但我做了什麼防範呢 結構上我看不到 當年我說這些社會上議會來 商界政界都不太重視 今年就真的不到大家不想這個問題了 預算案前後也有很多人討論 就是現在說的稅制改革 我經常會用市民授權的資料庫 做一些民意調查 因為我都有些資料的 市民的資料庫 今次我問大家對稅制改革的看法是怎樣 有萬多個SMS就回覆我 有一半人就同意開始研究引進新的稅種 老實說 施主我是有些意外 因為一般來說 市民其實就很難同意加薪稅 所以經過今年的討論 我希望你也要知道 你遲早要回應這個問題 好了 到最後我想說說今年余樹案的主菜 就是消費券 我今年向政府提議了一個很大膽的建議 就是同時派發現金和消費券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覺得民水 但我是有很充足的理據的 又是緩想三年前 庫房水浸全世界要求派錢 當時我就反對 你派不派錢是看社會的需要 不是看你有沒有水浸 如果你是水浸 你處理的方法 就是投資在未來 成立一些基金去支付一些行常性開支 你覺得是很辛苦 可以繼續下去 就可以用基金的方法 每年的回報 去彌補那些真的需要增加的行常性開支 另外就是退稅 所以當時大家都當我是怪人 我們的看法就是派不派錢 是看社會的需要 不是看庫房本身 因為始終講一個公共財政 是講一個長時間的理順 不是每年怎麼去逐年處理 結果我們做了一個超級複雜的 按比例就派四千 行政成本又高 很多人又拿不到 建議給你那些政黨 又拿你一份 那就看到什麼叫民粹了 到前幾年尾 一個大浪蓋過來 社會被暴力示威搞到半停頓 之後呢 第二個大很多的浪蓋過來 所以今年同時我建議派錢和消費券 現今是要來幫市民道難關 很多人手庭口庭在那裡熬 消費券呢 就要來刺激經濟 因為這個是自本的方法 但後者如果要達到目的 司長你都知道了 就一定要一次過派 還有有效期要短 那好了 你聽完之後呢 你就做了一半 就只是做消費券 那說回這個消費券 其實不同的做法出來的效果很不同 要體舉替代日常消費的比例 去預計對經濟的刺激作用 開頭你計劃分五次每次一千 這個做法其實跟面額差不多 是日常生活的寶座 那其實呢 是跟派錢差不多而已 無疑對刺激經濟的作用 就會大打折扣 那我相信每個月一千 絕大部份的人都不會做額外消費 所以呢 我是建議改為兩期 每期二千五 就相隔兩個月 這個額呢 就有可能鼓勵到市民去做些相對大額的額外消費 那對香港才起到這個 所謂振興經濟的作用 同時對基層市民來說 每兩個月二千五 對日常生活都會幫忙很多 所以原則上呢 我一定是贊成消費券 因為我有份提議 但我又很怕那些細節 就會搞到它沒有作用 所以 我最後怎樣投票呢 就好取決分多少期 那就最好一期派光了 兩期都可以接受 其他 我就真的要想想 點頭了 主席 我謹史陳氏 陳振英議員 我今天想講 我今天想說